你還在猶豫富邦J卡國內3%的無上限 以及聯邦賴典卡國內4%的回饋 哪一張信用卡比較適合你嗎? 這支影片我會直接幫你做一個大統整喔 哈囉我是尋尼 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富邦J卡以及聯邦賴典卡的詳盡大評比 前一陣子富邦J卡公告他最新回饋之後 大家真的都非常的驚訝 而且我相信他最近的半卡數量一定馬上爆炸 因為他在國內刷卡回饋無門卡而且回饋是最高的 重點是他的回饋還是無上限的 那跟他回饋性質非常像聯邦賴典卡 因此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強勁的對手 所以今天就要透過這兩張信用卡詳細大評比 讓你知道你比較適合哪張信用卡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相信在半卡的數目上面 聯邦賴典卡目前應該還是大過於富邦J卡 因為富邦J卡在之前主要都是主打海外消費比較好一點 但是在下半年一調整之後 馬上我猜應該很快就會大翻盤了 所以今天就要用各個不一樣的角度 來跟你們分享這兩張信用卡回饋上面有什麼差別 好那首先我們就先來跟大家分享簡單的回饋部分 首先是聯邦類典卡 他目前回饋公告是到明年的1月31號 那他在國內有2%海外有3%的LinePoint回饋無上限 那如果說你在9月30號之前 利用LinePay馬里繳聯邦銀行的卡費 就會再額外加碼2%的LinePoint回饋給你 而他這次利用LinePay馬里繳卡費的規則 有一點點小更改 你必須每個月都要有一筆是從聯邦銀行 儲值到LinePay馬里裡面 這樣子你繳卡費才可以額外再多想2%的LinePoint回饋 那他每個月上限是300元 所以你最多可以繳那1萬5千塊的金額 也就是說你今天在1萬5千塊裡面 在國內可以想要4%海外可以想要5%的LinePoint回饋 接下來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富邦J卡這張信用卡基本的回饋 他這張信用卡目前的回饋公告是到今年的12月31號 那他在國內可以想要3% 日本也是想要3% 而其他海外地區則是想要1%的LinePoint回饋無上限 但是這邊有一點比較特別是 如果說你今天在國內想要3%的LinePoint回饋無上限的話 你在回饋的部分就必須選擇LinePoint 如果說你今天是選擇現金回饋的話 在國內最多就只有想要1%的現金回饋而已喔 那這張信用卡的優勢呢 其實非常的顯而易見 就是他在國內的一般消費都是可以想要3%的LinePoint回饋 而且呢都是無上限的 好跟大家介紹完信用卡基本回饋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這兩張信用卡在哪些地方上面有不一樣的回饋吧 首先呢在於交通部分 聯邦賴點卡 如果說你每次自動加值的話 可以想要1%的LinePoint回饋 也就是說你每次加值500塊呢 都可以想要5點的LinePoint 至於富邦J卡的部分 如果說你今天是選擇悠悠卡的話呢 搭乘台灣大車隊利用悠悠卡結帳 可以想要10%的刷卡金回饋 那每個月的回饋上限是50元 所以你最多可以刷到500塊 至於如果說你今天是選擇一卡通的人 你今天只要利用一卡通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 都可以想要2%的回饋 那這個2%的回饋是有一個低銷門檻的 你必須每個月累積消費達100塊 那他呢是回饋無上限的 那在於交通回饋上面的部分呢 我個人認為是富邦J卡略勝一籌 不管你今天是要選擇悠悠卡或者是一卡通 他的回饋呢其實都是比聯邦賴典卡再好一些的 接下來要來跟你們分享是其他優惠的部分 聯邦賴典卡呢 你今天如果在萊爾夫消費的話 可以想要1%的LinePoint回饋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再額外想要2倍的嗨點數的回饋 所以這樣算起來 在萊爾夫啊最少可以有2%的回饋喔 接下來在富邦J卡的部分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很喜歡喝飲料的人啊 他利用悠悠卡在CocoDook裡面結帳 可以想要10%的刷卡金回饋 那每個月上限呢是50元 所以呢你最多可以刷到500塊 但是我這邊還是必須很掃興的提醒大家 飲料呢是想要而不是需要 所以呢你在購買的時候還是要記得要節制喔 這兩張信用卡在其他優惠回饋的部分 我自己個人覺得對我來說都比較沒有那麼吸引力 因為我比較少去萊爾夫 而且呢我也比較少喝飲料 所以這兩張信用卡在其他回饋的加成上面 對我來講就不是一個半卡最主要的原因喔 好跟大家分享完這兩張信用卡的回饋之後 接下來就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就是他們的手刷領 首先在聯邦賴典卡的部分 你監照在10月31號之前 申辦並且合卡在合卡的30天內 累積消費滿888的話 他的手刷領是可以二選一的 首先第一個你可以想要LivePoint300點的回饋 而第二個你則是可以選擇LiveFrame的滑鼠 那這個滑鼠呢是限量1萬名的名額 至於他手刷領二選一的部分 要怎麼選擇還是要看你自己做決定喔 接下來在富邦J卡的部分 他新戶的手刷領額 就是你在合卡的30天內 國內的一般消費都可以想要10%的回饋 那他呢在30天內總回饋上限的是500塊 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富邦J卡這個手刷領 對我來講會比較有吸引力一點 因為呢他就是一般消費都可以想要10% 而且呢他就是500塊 所以你可以刷到5000元 好接下來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年費的部分啊 聯邦賴典卡的部分呢 他是首年免年費 接下來你只要綁定電子帳單 他就是免年費的 而在富邦J卡的部分呢 他一樣首年免年費 而之後呢你只要綁定電子帳單 或者是你今天綁定富邦Y的官方帳號 一樣都是免年費的 所以這兩張信用卡基本上都是一個免年費的信用卡哦 好那以上就是這兩張信用卡的評比介紹 我相信看完這些評比之後 你心裡面應該都有一個底 知道哪張信用卡是比較適合你的 那我這邊還是用一個比較簡單無腦的方式 來跟大家總結一下這兩張信用卡 哪一個會比較適合你 如果說你每個月消費啊一定會超過 15000塊 而且呢你是一個比較懶的人 不想要再透過LinePay 買你再額外去繳卡費的話 那富邦J卡就是一個非常適合你的選擇 那如果說你在每個月消費呢都小於15000塊 而你剛好又有聯邦銀行的帳戶 可以透過LinePay買你交卡費的話 那麼聯邦Line典卡就會是一個適合你的方式哦 因為聯邦Line典卡如果說你符合條件的話 在國內還是可以先有4% 還是略勝富邦J卡一點點的哦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兩張信用卡回饋啊 對我來講都是非常的厲害 那聯邦Line典卡他另外一個優勢就是 他的回饋公告已經公告到明年的1月31號 相對來說是比富邦J卡再長一點點的 所以如果說你不想要那麼快就換信用卡的話 可能聯邦Line典卡會是一個比較適合你的選擇哦 那這兩張信用卡基本上都跟LinePay他們推出的活動 都會緊緊的綁在一起 就LinePay今天如果跟一些店家推出指定的活動啊 基本上富邦J卡跟聯邦Line典卡 都是可以享有最高的回饋的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很耐用LinePay的話 這兩張信用卡你絕對必須擁有其中一張哦 好那以上就是這兩張信用卡評比的內容啊 希望大家對於這兩張信用卡有一點基礎的了解 也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評比 讓你知道哪張信用卡對你來說是比較合適一點的哦 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你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出過我們一支上線影片哦 想要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都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按讚粉絲專頁 想要獲取第一手最新的優惠資訊的話 都歡迎收聽我的Podcast 也可以接受會員觀看更多獨家資訊 還有我未曝光幕的話 需要訊息你我們下次再見哦 掰噗 其實我覺得這兩張信用卡對我來講 都是一個還蠻合適的選擇 但是如果說你要在卡面上面評比的話 我覺得絕對是聯邦Line典卡 大勝富邦J卡 因為我覺得富邦J卡的卡面對我來講 就比較沒有那種的吸引力 我覺得富邦J卡的卡面對我來講太花了 而聯邦Line典卡 他這次有推出一個新的卡面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有質感的 但是我覺得他舊的卡面啊 也還蠻可愛的 雖然有一些風波 但是我覺得聯邦Line典卡的兩種卡面啊 都大勝富邦J卡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不是那麼看中卡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兩張信用卡的回饋 基本上算是不分宣治 雖然說聯邦Line典卡 他可能要多一個動作 他有辦法想要比較高一點的回饋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你是那種比較勤勞的人 而且願意花一點時間的話 其實富邦J卡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而且重點是 富邦J卡他是可以一腳的 就你今天就算沒有刷到一萬五千塊 你還是可以一腳到一萬五千塊 所以你還是可以想要三百點的回饋 我個人覺得還蠻不錯的啊 算是一個陶價勃的概念 但是 其實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賺回饋的方式啊 那當然 如果說你覺得這樣子好像很浪費錢的話 那你也可以不用跟我做 只是我覺得如果說你想要把每一期的回饋 拿好拿滿的話 你就可以到九月三十號之前 每個月都一腳到一萬五千塊 因為他現在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腳多少錢 我覺得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因為我上個月就是一腳 所以這個月的帳單可能 不會刷到那麼多 可是我覺得反正 我就可以賺到那三百點 所以如果說你是像我一樣 一個月可能不會刷到那麼多錢 而且你剛好用NewNewbank 或是聯邦銀行的帳戶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 聯邦Line典卡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我覺得聯邦Line典卡很厲害的一點就是 他的回饋都沒有修耶 就是他都是回饋無償錢 而且都沒有往下調降 希望他明年還是可以保留著 一樣的 就是 好的回饋 只是他這一次的指定通路的回饋 好像拿掉 就是我沒有看到他指定通路的回饋 有往後延續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算是一點點小可惜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張信用卡 基本上還是表現得不錯囉 就看你們要怎麼選擇了 哈囉我是許妮 今天呢想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投資新手如何選擇自己的第一張股票 其實啊很多人在剛接觸投資的時候 往往會因為很害怕 所以就不敢踏出第一步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 剛接觸於投資股票的理財新手的話呢 到底該怎麼去選擇第一張股票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比較了解的產業以及公司 如果說你今天對於某一個產業比較了解的話 那他呢在市場上面的地位 你也會比較好去判斷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一句話 投資之前一定要先做功課 如果說你對於這個產業 或者是對於這間公司 一問三不知的話 那我會先建議你 先做好功課 再下手投資 如果說你對於一家公司 並不是到太理解的話 那麼呢 你對於他未來的展望啊 或者是未來的發展 就很難去判斷 如果說你今天又去買了一張 你根本就不了解的股票的話 老實說 這樣子就有點類似在賭博囉 所以要如何去購買自己的第一張股票呢 其實第一步呢 就是你要先去做功課 先了解自己想要購買的產業 或者是購買的公司 我們在下手投資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還想要了解 更多其他不一樣 有關於新手投資的經營的話 都會在我的課堂當中跟大家分享 目前的線上課程 都還在屬於募資的階段 現在購買了 都還可以享有五八折的優惠哦 如果說你對於新手投資 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都歡迎你去購買線上課程哦 那我們就線上課程再見囉 掰